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人家 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的视频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我一直在忙活做的室内装修的工作 前几天呢 我已经把卫生间和厨房已经装修的差不多了 再早之前呢 我们对室内所有的地方呢 剖出了地砖 厨房和卫生间的墙壁呢 也贴上了瓷砖 为了美观和防潮 并且考虑到实用性 我们今天的工作呢 是对地面和墙面进行美缝处理 所谓的美缝呢 就是往两块瓷砖之间的这个缝隙里边呢 填充建筑材料 使它呢更美观 而且不容易浸潮浸水发霉变色 使用美缝剂呢 填充呢 可以提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美缝这种材料呢 是近几年新兴的一种新型的填充材料 也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之前呢 我对这个产品呢 是一无所知 随着近期自己装修呢 考虑到也要用到这些 没事的时候呢 也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资料 通过我的查询和发现呢 现在绝大部分使用的呢 都是美缝剂 这种呢是用的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 把这个缝剂清除了之后呢 用胶枪打上美缝剂 然后呢 给它填充 填充完了之后 再把这个多余的的产掉 就会形成一个 很好看的一个填充效 由于我是新手 考虑到浪费比较大 在网上呢 选购了类似的产品 叫做还仰彩纱 还仰彩纱呢 是美缝剂的升级换代产品 它呢 基本上和美缝剂呢 原料一样 只不过操作起来呢 是不太一样的 像美缝剂呢 我们是用胶枪打在里边 然后用专用工具呢 给它逆平 之后等24小时干燥 干燥之后呢 再产掉多余的部分 多余的这些呢 也就浪费掉了 我之所以采用花仰彩纱呢 把这些材料呢 它的生活工具是这样 把这些材料呢 活成泥状 也就是它放A组和B组 把A组和B组混合在一块 充分搅拌 搅拌完之后呢 然后用小刮板 把这些材料呢 刮到这个两个瓷砖之间的缝隙里面 刮出了多余的部分呢 还可以用小刮板再收起来 再打到另外的缝隙里面 这样呢 很大程度上边呢 就避免了这种材料的浪费 我觉得这种方式呢 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所以说我在网上呢 选过的是黄洋彩纱这种产品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 下面呢 我们打开它的外包装 打开包装之后呢 这是商家赛送的擦拭布 在这个填缝的过程当中呢 外边一多余的没用的 需要用这个布的擦掉 每一桶里边呢 是有这种欢迎彩纱的小的包装袋 a 组一共这三组 分 a b 两组 这种呢 是 a 这种呢 是 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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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两个人通过一大天的紧张忙碌 完成的区域有两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还有一个厨房 这些区域的墙面 我们全部都完成了 剩余的还有两个卧室的地面 一个客厅加一个厨房的地面 剩余的工作大概还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完成 做完美风之后 如果时间允许 我再与大家分享 事实证明 美风这项工作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难 但反过来说 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它需要仔细认真 不要着急 否则的话说 出来的效果会不尽人意 我们感觉 使用黄洋美纱这种材料 使用小刮宝这种方式 做瓷砖美风 比使用传统的美风胶来美风 在成本上面至少低三分之一 建议正在做装修的你 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美风 还可以节省一些请工人的费用 我们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家庭装修 荣存自建房感兴趣呢 那么请您关注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帮我长按点赞图标 给我一个超级点赞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